恩 科長認爲甚麼樣特質的人可以適合從事測量工作 從事測量工作的人 那无非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有些测量的专业 对那在特质上面我倒觉得说 不管你是可能是在比较细心的特质 还是说你的体能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只要是具有测量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人 那想要做测量这份工作我觉得都很合适 这年来我们测量外液的工作 不断的与实际气质值 所以就使测量外液工作 相对的实际下是更简单更容易 那种上面就是在大概85年以前 当时的测量仪器确实是比较重 因为科技的一个发达 所以目前的测量仪器都慢慢的越来越轻巧 针对今年桃园地震局测量科他们招搞测出的真识 今年的真识它是分为鼻子跟宿科 那特别针对宿科的部分 它就把请人测验就是负重的 负重这项跑步的部分就把它取消掉 那完全针对宿科的部分就是针对你专业测量机仪器的操作技术方面这个区块 测量工作有什么吸引你的意思 每天都可以往外跑 要说的话应该就是自有吧 上了的时候会出去测量 然后下午也会做办公室 不用说一直都在办公室 工作的时间分配其实我觉得还蛮舒适的 就是喜欢那种团队大家一起合作的那种感觉 请用来点赞红阳